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坑内长着各种珍奇的植物 能够化解百毒 治疗百病 被周边百姓视为救命药库 更让人称奇的是 这个坑口周边居住着一个神秘的少数民族 毛南族 他们有着许多独特的民族 这些民族 很多都与他们世代居住的深山神坑有关 那么人们传说的神坑是一个什么地方呢 它又是怎样影响毛南族人生活的呢 来看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环江 毛南族自治县 地处广西壮族自治区西北部 贵西北云贵高原东南路 距离首府南宁市约300千米 环江是全国唯一的毛南族自治县 几百年来 毛南族人一直延续着自己独特的风俗 他们爱住原始的甘蓝木楼 木楼周边一定要种满大树 而且无论生活多么艰苦 毛南族人从不轻易离开自己的家园 老一辈给我们守在这里 所以我们不能搬出去 自古以来 毛南族人一直有一个传说 环江神坑是龙王的一处行宫 每逢夏至 龙王便会驾临此地行云步雨 为百姓送来甘露 据说每到此时 神坑内便会腾起浓浓白雾 然后逐渐散开 不久就会在周边均匀降雨 既保证百姓用水 又不会形成洪涝灾害 一千年来老人家都存下来的 正因为如此 毛南族人对神坑非常崇敬 每年夏至前后 人们都会跳起传统的木面挪系 用隆重的祭祀活动 来祈求神龙不语 期盼风调雨顺 由于神坑地处深山 地势险峻 再加之神龙的传说 很多人都对它心生畏惧 至今也只有极少数胆大的村民 敢进入到坑口附近采药 为了解开环江神坑的种种疑问 地理中国记者来到这里展开调查 人们所说的神坑 位于环江县城北部的洛阳镇文雅村附近 在向导的带领下 记者一行来到了距环江县城60千米的文雅村 这是一个深藏在喀斯特洼地内的小村庄 四周被山峰环绕 村庄矗立了几栋楼房 显现出现代文明对这里的影响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 神坑内芳草遍布 落英缤纷 是一片异常美丽而神秘的人间净土 里面生长着很多稀有罕见的植物 有些还是药效十分显著的中草药材 里头有宝贵的药材 究竟是什么样您知道吗 我就不知道 太深度了 下不去 村民告诉记者 神坑一直以来都是人们心中的保护神 在人们心中非常神圣 村民的讲述 让神坑显得越发神秘莫测 同时也激发了记者的好奇心 为了了解真相 记者决定前往神坑一探究竟 进入深山 记者发现 与一般喀斯特地区不同 桓江地区处处植被茂密 绿水飞铺 岩石上的森林显示出勃勃生机 在山间行进 沿途丰富的植物种类 超出了大家的想象 在向导引领下 记者一行沿着崎岖山路艰难攀爬 上到山顶 一个巨大的天坑出现在大家眼前 向导说这里就是人们传说的神坑 记者观察发现 这是一个巨大的喀斯特天坑 然而与许多常见天坑不同的是 这里的崖壁上植被异常茂密 高大的树木遮挡了视线 记者很难看清全貌 望着深不可测的巨坑深处 记者倍感疑惑 这个看似普通的天坑 究竟为什么会这样与众不同呢 桓江毛南族自治县 独特的地质现象引起了专家的关注 贵州师范大学王恒松教授来到桓江展开考察 王恒松 贵州师范大学教授 地质水文专家 长期对西南地区的地质环境进行研究 王教授说 桓江是典型的中国南方喀斯特地贸 三亿八千万年前沉积下来的石灰岩 在流水的作用下 形成了千姿百态的自然景观 科考组在考察中了解到 文雅村附近有一个溶洞 从洞穴的水平走向判断 它似乎能够通向神坑的坑底 王教授听说后非常兴奋 他说 天坑的形成一般与地下暗河密切相关 如果能从溶洞进入天坑 既能考察暗河 又能了解天坑 这将是一个一举两格的方案 经过仔细准备 科考组进入到溶洞之中 暗河在溶洞里时段时序 批法划过一段水域 科考组不得不登岸布写 从疲乏下来之后 科考组进入到一个巨大的洞厅 随着逐渐的深度 科考对不时有惊奇的发现 这是生活在洞中的蝙蝠 这是洞穴生物搬造麻 这是非常罕见的青蛙和长线虫 甚至还有极为难见到的盲鱼 如此丰富的洞穴生物 是否预示着洞穴与天坑相连通 天坑内的某种物质 给它们创造了特别的生存环境呢 大家一路往前搜索前进 希望能够由此进入天坑 从而解开神坑的种种谜团 一路上形状各异的中乳石 圆圆的穴珠在洞穴中随处可见 当科考组行走到距洞口 约5000米处时 一个与周围颜色和形状 截然不同的中乳石 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 它黑灰的颜色 怪异的形状 在幽暗的洞穴中 显得有些面目争鸣 最让人感到奇怪的是 在满是岩石的洞穴深处 竟然出现了一个个土坑 我的手伸下去 有这么深 这么深有多少 50公分 50厘米 这有50厘米深 怎么会有这么深的 泥土在这个洞穴里 卡斯特洞穴深处 怎么会出现大量的泥土呢 意外的发现 让科考队员感到了一丝不安 此时 科考队员再次发现了一个奇怪的场景 一般常见的中古石 都是悬挂往下生长 而这个竟然垂直于崖壁 横向生长在洞中 原来是没有这个的时候 它一直往下滴 滴水滴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二氧化碳被吹走后 它能够沉淀 它逐渐逐渐地往洞化 对对对 它引走风走 它主要是还是受风的影响 王教授考察后说 形成这种特殊的中毒石 关键是洞穴中水滴下落时 二氧化碳的快速溢出 同时配合外力的作用 一般这种外力就是风 王教授推测 这里很可能临近洞穴出口 使然改变 使它们产生了如此奇特的形态 这个就是从洞外带进来的泥土 在这个地方堆积 就说明了这个离洞口可能不远了 果然 当科考组穿过了一条 窄窄窄的支洞 一幅绝美的景象映入大家的眼眠 一个巨型洞口悬挂在头顶 阳光透过洞口 形成巨大的光束 王教授解释说 这是喀斯特地区常见的天窗 它的成因与天坑相似 那么这里会不会是进入天坑的洞口呢 然而王教授说 天窗洞口距离洞穴底部不过几十米 远没有神坑几百米的深度 因此这个天窗不可能是神坑的入口 科考组在周边考察发现 附近五百米范围内密集分布着三四个天窗 虽说景观非常罕见 但是王教授却非常担心 因为往往在这样的地方 洞穴会被形成天窗而垮塌下来的岩石封堵 继续行进可能会更加困难 果然在前方不远处 河流突然不见了踪影 再次进入了地下 科考组前行的道路被完全封闭 不得已科考队员放弃了由此进入神坑的想法 虽然科考组历经了辛苦 但还是不得不撤回地面 王教授说天坑的行程受岩性地质构造等等 多个因素的控制 坑内的生态更会受到周边自然环境的影响 虽然没有进入天坑 但是通过考察这个洞穴 科考组初步掌握了环江周边的水系分布 经过讨论 科考组决定用风险最大 也是最直接的方法进入天坑 那就是单绳下降的方式 经过多方联系 一支广西南宁的专业探险团队来到了环江 有了他们的帮助 科考队希望能够顺利地下到坑底 从而解开神坑多年的疑问 天刚放亮 科考组就开始准备进山 为了保证考察的顺利 考察队伍中邀请了熟悉地形的向导 以及对当地颇有研究的动植物专家 昨晚的一场大雨让周边群山被云雾笼罩 雾气阴晕的山谷里更显得神秘莫测 出发不久 天又开始下雨 湿滑的山路对科考组的每个人 都是异常严峻的考验 据探险队员初步测算 天坑深约三百米 在单绳下降过程中 科考队员需要中途两次更换绳索 才能到达天坑底部 尽管困难重重 富有经验的探险队黄队长 还是有条不稳地做着准备工作 为了保证安全 探险队采取了多重保险措施 现在是复两条线 这条的话是作为一个保护线 然后等一下会有一条 给大家做直接下去的一条 另外一条线 教练会每个点 再过几点 然后有个教练在旁边看住 指导大家 黄队长说 下降过程中的单绳转换 以及山体落实 都是科考队员可能遭遇的危险 在队长的引领下 科考队员开始陆续冒雨下降 一根细细的绳索 在天坑垂直悬挂一百多米 脚下是一片未知的土地 无论是科考组专家 还是负责安全保护的探险队员 心中都有着一丝的紧张与不安 下面下面 现在什么情况小龙 可以死了故障 今下到一半了 好的好的 现在还是可以自由滑没有 还是要送什么 看样子还要送一点点 好的好的那行 到底的话通告一下 也要第二个就往下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小雨一直下个不停 科考队员的每一个动作 都让大家担心不明 在第二个换绳索处 王教授对周边进行了考察 座里的话有200米左右 几乎这就是垂直的90度 王教授说 环江神坑的行程 与这里特殊的地理位置密切相关 环江东北部山地是九万山系的一部分 最高山峰为海拔1693米的凤凰山 西北部是金澳山 最高峰海拔达到1061.4米 而整个环江地区 正处在两个山系的夹角地带 当南方的暖湿气流 遇到两座高峰的阻挡 在环江及周边地区 形成峰贵的降与 充足的水分为植被的生长提供了自然条件 也使得外人进入天坑更加艰难 这可能是神坑保持神秘的一个重要原因 经过近两个小时的下降 客考队员有惊无险地到达天坑底部 雨一直下个不停 但是坑底古老的绝类植物 让客考队员忘记了一切疲劳 前行不久 一块高达4米左右的巨石出现在大家面前 这块巨石的表面被树根缠绕 顶部矗立着一棵高约20米的大树 令人震撼 这块大石头也是从山上坍塌下来的 大石头上有不少的根细 这些根细是沿着石块的裂隙 逐渐长大 这裂隙由小变大 最后可能要把石块炸开 王教授说 这种现象叫根坯石 根坯石在喀斯特地区并不少见 看似柔软的树根 却有着令人惊讶的力量 沿着石头缝隙生长的树根 会产生一种巨大持久的力量 终有一天会使石头炸壁 王教授认为 坑底茂密的原始森林 奇妙的根坯石景观 丰富的植物覆盖 都与还江地区的降雨量密切相关 它偏向南亚尔 所以降雨丰富 年浆水量大概在1600毫米 那么在4月份登陆的时候 逐渐往北 4 5月份降雨 7 8月到达华北 然后9月份往回 往回的时候又来又经过这个地方 所以它又经过两次这么一个降雨 王教授解释说 来自印度洋的暖湿气流 4月经过还江地区往北推移 当这股气流9月份返回时 再次经过还江 一去一回 两次降雨过程 给还江带来充足水分 每次雨过天晴 水迹蒸发形成的浓浓白雾 从天坑底部腾空而起 景色壮观 当地村民无法解释这种自然现象 才有了天坑是龙王行宫的传说 在考察中 客考队员陆续发现了许多珍稀的植物种类 就在大家兴奋不已的时候 在天坑崖壁的缝隙底 科考队员忽然发现了一张充满警惕的面孔 灯光照射过去 一双眼睛透亮灵活 经验丰富的向导说 从小动物的头眼判断 这是一只非常罕见的无鼠 排电待会躲在那个悬崖 下背那个岩洞里面 到傍晚大家出来 无鼠前后之间有宽大的飞膜 能够从高处滑翔飞行 因此又被当地人叫做飞虎 向导说 无鼠的食物主要是种子和果然 也会吃水果和植物嫩芽 在飞虎出现的地方 说明这里食物很丰富 会吸引很多动物来此觅食 科考组测量发现 文雅天坑坑口直径约250米 深度达到323米 天坑底部平整 森林密布 原始森林面积3万多平方米 柱高40米以上的树木 随处可见 专家说 规模如此之大的天坑森林 在全世界也极为罕见 科考组深入考察后发现 文雅天坑附近 还分布有三个大型天坑 最为奇特的是 这四个天坑底部 通过一条地下长廊连在一起 文雅天坑群 气候温润潮湿 雨量充沛 几乎没有受到人为干扰 这位植物的生长 提供了非常有力的条件 形成了天坑独有的植物体系 正是这种特殊的自然环境 让环江为世界留下了一片 罕见而珍贵 具有不可多得研究价值的 喀斯特原始森林 大自然造就的一个奇妙的地质景观 寄托了生活在周边的人们无数的情感 毛南族先民创造出的种种神话故事 从客观上保护了他们赖以生存的家园 文雅天坑群地处深山 崖壁陡峭人迹罕至 至今仍是一片原始状态 众多的穿洞 天窗 植被 不仅为科学研究提供了地质演变的证据 也是我们至今还有幸能够看到它珍贵的原始样貌 好了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